日前南投县散府关怀协会在南投市准天工前广场办理庆祝母亲节活动 南投县散府关怀协会理事长刘阿丹表示 这次活动除了协会关怀据点的长辈以外 也邀请附近居民同乐 包括观赏韵律舞蹈表演 玩趣味游戏吃点心等 现场气氛非常热闹 散府关怀协会每一年都有办 今年是比较扩大一点 有跟外面的连结 因为连结是我们老人家 因为他们来我们家 要让他们觉得他们很高兴 让他们出品老家也能够帮人家走出来 不知道让他们出品老家 这边也让他们参加 我觉得这边饭料也不错 我会觉得每一年每一年 看能够饭老口得老了 让他们妈妈都感受到母亲节的快乐 我们活动有老人家的乐舞 还有等一下有同纲游戏 有发红包给那个老人家 游戏我们有分就是最简单的 骰子活动每一人都有机会 人家得到红包 县议员沈树珍表示 南投县是高龄化的县市 所以社区关怀据点就非常重要 如今看到社区关怀办理的这么好 感到很开心 之后也会在定期会提出和这部分相关的议题 并且监督 那平时我其实来这个社区也很多次 都会看一下他们的课程 或者跟他们互动一些这个抑制游戏 那也看到我们的长辈其实是越来越多 而且越来越健康 我想南投是高龄化的县市 这样子的社区据点是非常重要的 那因此很开心呢 我们的社区据点越办是越有规模 那我在县议会呢 也持续有跟我们县府的社劳处 在讨论包括长照的资源 医疗的 或者是一些关于就是老化的过程 那这些呢 我接下来也会持续在定期会 还有临时会提案跟监督 希望我们的长辈 我们的妈妈们呢 在我们的南投可以生活的越来越快乐 南投上福关怀协会就表示 借着这个活动 希望大家都可以重视母亲节 感谢母亲对子女家庭的付出 温暖地方妈妈的心 记者庄仪廷南投市采访报道